调音 与热能不足所致 故疾病不论有何种因素引发 已不论诊断为何种病名及病因 分属轻症或重症 慢性或急性 内科或外科 其处理方法都是一样的 按推原始痛点 并用外内热源温知 此论已适用于许多动物 你看好 我们不管什么病 到最后都怎么样 按推内外热源 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顶多就配合运动啊休息 除此之外 就是重病这几项之外 我们已经没有其他了 所以有些人都会问我 那这个病怎么治疗 所有我的回答有没有都一样 其实都一样 所以你们私底下问 其实跟我台上讲的其实是一样 那我常常讲说 哎呀我就是处理体伤跟热人不足 我也没有其他的方法了 这样就够用了 有时候脑袋复杂还未必能够治好病 你看书那么多 你要读到经啊 很难啊 我早期我就听到我们基金会一个职员讲 他因为他很会下象棋 他五段 下到五段很厉害啊 那我说你那么会下棋 是不是你可以算得很深远 他说对我可以算到十几步以后 都可以算得出来 怎么演变 那我说怎么会有人赢你呢 他是怎么赢你 他说其实赢我的他们 即使有六七段 常常都输在怎么样 一兵一组啦 不是差距很多啦 那我说那他为什么会比你强 他说是这样 他说我一盘棋我看下来 我可以立刻有三种走法 那每一种走法 我都可以算到十几步以后 那赢我的他们是怎么看法 他说他一看这一个盘 他只有两种走法 他认为第三种不可行 那这两种他就会想得更深入一点 所以最后就赢我那么一点点 所以我从这里我就听到 原来越高端他的想法怎么样 越简单越单纯 然后越深入 就是只有少少的一两样 然后一路追到底 原来比他高端了 就只会体伤跟热能不足 然后这两条一直想下去 所以就变高端了 我这样一想我就知道 所以我发现 我以前背了很多书 以前当中医生 什么皇帝内经伤 那么杂病兴华 温病条变 一路背下来背到现在 一见归零 现在只有只剩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以我已经不知道我是医学界的第几段 那这样的理论不止适用于人啊 这里有讲适用于动物 那适用于动物我早期就说嘛 很早以前 那我一次去爬山 那因为以前早期山上有一些病患 我都偶尔会帮他们按堆 他知道我按堆 技术不错 然后有一个山友就问 那这一只狗脖腿已久了 你有没有办法 这是第一次人家叫我按动物的 我毫不犹豫 我说可以 没问题 为什么我这么有自信 你看人全身的病痛 我都有办法 何况一条狗腿 是吧 太小看我了 所以我毫不犹豫 我说绝对可以 然后马上帮他查 他查 狗腿往上找 竟然没有痛点 那再从尾巴沿着脊椎往上找 刚好就在脊椎对狗腿上来的交叉点 那一按狗就要咬我 我就确定这个就是痛点 然后叫他主人回去自己推 那他一天推四次 一个礼拜狗腿就好了 恢复了 就在山上乱奔乱跳的 那从此我发表之后 哇 好多动物就收益了 不只吃狗啊 很多狗的精彩案例 他们是没拍而已 有些都比我早期那个精彩多了 然后我 我现在听到宠物 因此受益的有宠物鼠 还有猫 还有乌龟 还有热带鱼 还有鸡 还有猪 还有羊 哇 真的越来越多 但是没有拍就可惜 那我早期我认为 我那个狗就不放了 因为一直放 也没什么意思 我认为现在 那个脖腿机还不错 那个案例还蛮精彩 我们来放脖腿机 母鸡判例 2016年3月12号早上起床 喂鸡 发现其中一只母鸡 无法站立 似乎很痛苦 原先以为是脚受伤 帮它清洗后 发现没有伤口 而且有发抖的情况 第一天只能躺 无法站立 烟烟一席 这时赶紧拿些姜汤喂食 并从鸡腿开始往上 找原始痛点 按到背部时 鸡突然叫得厉害 于是确定原始痛点 按完后使用薄围 将暖暖包固定在背部原始点 开始从鸡腿上 找原始痛点 按推时鸡叫得特别厉害 脊椎不是脊椎 按推后 背一天暖暖包 就可以占了 原以为没大碍了 放回鸡舍时 被他的同伴胖鸭 跳到背上踩了两次 旧伤加上心伤 鸡又更严重了 晚上又赶紧按推了一次 按推完第一天一壳站立 约过了三天一壳走路 七天后恢复正常 母鸡恢复后开始下蛋 比一般鸡蛋大很多 三天一壳走路 这么多动物 其实我偶尔是感觉啦 原始点真的可以试用 那我在记得新加坡演讲的时候 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们说万一现在香港常常都有什么禽流感 然后就完全把鸡扑杀 以原始点医学的角度 应该怎么做 我们也是赞同嘛 他们问我这个问题 你想想看我会这样杀动物吗 肯定不会啊 怎么需要杀 那病毒也不是要把病毒消灭啊 你懂得隔离就好啊 就像人隔离嘛 那隔离 你只要给他温敷 喝姜汤 就可以啦 或喂他姜粉嘛 然后灯照 就给他温暖嘛 他会恢复的啦 一定会好 原始点有方法 不是这样残忍的通杀 那农民不会损失很大的 加一点姜粉成本才多少 对吧 然后灯多照一下 成本不高的 那一段时间他就好啦 我们不是要杀他的病毒啊 那鸡你不可能生吃吧 以后煮一煮 不会中毒的啦 放心啦 你们抗生素都在吃了 还怕什么 你们什么毒都吃过了 我看也不用担心 所以老实讲 这个才是人性化 但是西医就是 一直要把病毒杀 然后什么都要赶进去 你看癌肿瘤也是赶进砂解 到最后呢 浴食济粉 那鸡也是全不通杀 哎呀好可怜 我看了是 我是不忍心这样做 所以你看那个鸡 我们可以这样做 有啊 花烧就是照啊 温敷啊 然后如果走不动就按推啊 这样啊 可不可以恢复 可以 绝对可以 然后你隔离了不用怕 那不是像他们说的 一路会全部传 不是这样的 然后你埋了 还要掩盖 还要销毁 那功夫可大 然后损失可斩重 哎 我是有一点意见 突然间想到这个 情流感的事情 好 那我们再来放 另外一只狗 宠物狗追尖盘突出案例 2017年4月5日早上 原始点学员马老师 怀抱宠物狗点点 来推广中心求助 4月1日晚上给小狗洗澡 因有事没来得及给它吹干毛发 2日早上发现小狗趴在地上 脑袋转向右侧不能站立行走 抱至宠物医院 医生说 使椎间盘突出所致 没有好办法 小狗当时表现如像 前双腿和左后腿均无力 趴伏地上 右后腿稍好一些 能发少许力气 脑袋转向右侧 不能正常回正 按推耳后 整条脊椎和腿部原始点部位 暖贴温敷背部 处理后症状无变化 叮嘱回家后 适量补充内热源 并每天按上述所做部位 按推一至两次 第二天 马老师打电话 咨询说 回家后小狗烦躁 长吐舌头 表现很热的样子 胶带用红豆袋取代暖贴 上述症状消失 第三天早晨 小狗流鼻血量很大 了解情况得知 姜汤浓度太大 主旗降低姜汤浓度 适量减少次数 流鼻血未再发生 第四天 报来推广中心 继续按之前方式处理 症状仍无明显改善 祝父回家继续调理 4月15日又来推广中心 调理结束发现 其左侧后腿力量增加 已能够哆嗦地站起来 脑袋也能自主回正一些 尽管幅度不大 4月18日来中心调理 情况已大幅改观 后腿能站立 双前腿力道仍欠缺 来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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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饱好 来 秤一点 是 秤在 疼啊 疼啊 现在我先来学学 原始点 学会健康的原始点 他那个 揉好了就好了 尽量放一样 亮亮亮 这样有了尽量 别的脸不烫 他就说 这地方也疼 好了 好了 哦 弟弟 弟弟疼了 乖 忍忍忍忍忍 哦 弟弟 他就疼 你给他帮那个布上 他肌很滑 他肯定要过来 他走一走那边 哎 4月22日再来中心 双后腿力道基本恢复正常 双前腿力道也明显增加 脑袋回正 转动灵活 4月25日再来中心 基本恢复正常 前后处理共20天 好 以后你们多提供 我们以后再开辟一个 叫做宠物篇 如果自然不过瘾 还可以开发一条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面吧 内热源包括温热性饮食 温热性中药 外热源包括太阳光 温灸 温敷带 电热毯 电热气 电热吹风机 远红外线 暖贴 姜粉 姜粉泥 鲜姜泥 温姜汤 温姜汁 鲜姜榨汁加温等 急性病 如药食中毒 毒物 毒气 即细菌病毒所伤 烫伤 脑震荡 脑中风 癫痫 心脏骤停 急性腹痛 肠瞻炎 梗阻 结石 盲肠炎等炎症 胎死腹中 可从因解除症状 以原始点医学处理 这些急性病 如果没有原始点 你们会选择中医吗 会选择中医的举手 我看一下 会选择西医的举手 我看一下 那大部分还是会选择西医啊 我看这个急性病 但是急性病这些病 我们之前在谈言有没有放过了 其实都放过了 所以也就是这些写的 都是原始点最擅长的 不用考虑 绝对是原始点最厉害的地方 那有人说那胎死腹中啊 胎死腹中一般你们会选择 也是西医吧 会选择西医的急性 我看一下 胎死腹中 大部分还是看好西医啊 那其实胎死腹中 还是原始点最厉害 你看哦 那个鸡哦 这样经过原始点调理 下的蛋特别大 那胎也是一样 再大的胎一样 有力量就可以下的出来 不用担心的 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 就是美国做的 洛杉矶 胎死腹中案例 美国洛杉矶医师学习原始点后 我曾向张昭翰医师请议 胎死腹中的妇女想要下胎 不用西医方法 也不用中药 如三棱俄树消黄等功法 聚猛之计可否以原始点处理 张医师即告诉我 如果病人热能足够 应该可自行排出 中药也不过是热源罢了 实际案例终于让我等到 一位习惯性流产的妇女 第一次怀孕三个月后 胎儿无心跳 找了当地有名的中医 连续服用中药两个月 才处理完毕 第二次怀孕也是三个月 胎儿无心跳 妇女心想中医处理太慢 改找西医 结果虽然很快处理完毕 但半年后体力还是很虚弱 第三次怀孕又三个月胎死腹中 2011年12月19日她来就诊时 胎儿已经没有心跳三个星期了 当时正有一些点滴出血 我分析给她听 只要人体有足够的热能 即可排出不需要的废物 包括粪便 结石 甚至是肿瘤 死胎 现在有点滴出血 正是身体企图要排出死胎之兆 查了病人的体质使急寒之后 我告诉她要每天尝尝温敷和休息 多吃热的 避免寒凉 并开立处方如下 当归三十克 穿胸十五克 肉桂十五克 干姜十五克 生腹子九克 以上五味 熬成一碗 一天喝三碗 十二月二十日 毫无动静 甚至原本的点滴出血也没有了 于是我就把药量全部加到一点五倍 同样煮法继续服用 十二月二十二日 开始有些许出血 于是嘱咐同样药量继续服用 十二月二十三日 排出大量血块 如同月经 连排两天 晚上腹部疼痛时 急请先生按原始点 立刻缓解疼痛 但一个晚上会反复多次 十二月二十五日 出血开始转少 没有再腹痛 主妇相同药量再服一天后 就开始减成三分之一 如此 一直服到2012年1月7日左右 出血完全停止 整个疗程大约只花了不到三个礼拜 更可贵的是 处理期间 病人的体力一直都保持很好 没有虚弱疲累的感觉 甚至出血减少那天 还迈出过圣诞节 回来向我报告后直呼 这次处理的最满意 心得 一 当时我已知只要热源足够即可 但是为了让病人感觉比较专业 所以我开了五味药 不然我想只要一味热药即可 二 出血转少后 我应该维持同等药量继续服用 不应减成三分之一 我想这样病人身体的善后处理会更快 会减成三分之一 是我当时还有补移款的想法一闪而过 罪过 三 我用同等的药同时去做了公补的相反动作 所以再次印证了张医师的真知灼见 用药无所谓公补 表里 补气 止血 活血等 其实那都是身体自行去处理的 四 经过这次的处理 病人的体力没有耗损过多 观念也慢慢调整 我想他离成功生下孩子的梦想也不远了 从这个案例之后 基金会就接到很多胎死腹中处理的案例 那我们再来看台湾处理的 胎死腹中案例 我是在怀孕第十一周的时候发现不正常的出血 到诊所超音波检查才发现 胎儿早在第七周的时候就没有生命迹象 当时医生叫我快点决定做刮除手术 因为我和先生学了原始点有八个月的时间 因为他在那个基金会的网站上面有看到 两个来自美国的胎死腹中的案例 我跟我先生信心大增 就决定用原始点的方式来进行自然营产 刚开始我先生每天帮我按下背部见追 还有臀部 那我自己喝农浆汤温敷三小时 就这样过了六天 这当中就只有少量的血流出的血是深沉的暗合色 就没有什么动静 基金会是跟我们讨论之后 发现我的体质非常的寒 应该要喝更浓的姜汤 温敷时间要拉长 要加上运动 还有按推 那我第七天就开始 照这个方式做 第十五天 刚开始早上觉得肚子闷胀 可是到了中午十二点 我痛到站不直 然后一直冒冷汗 疼痛一直越来越的 越增加 频率越来越增加 我痛到没有办法站起来 那时候我发现 流出了很多很多的鲜血 这其中换了三次的衣服 那疼痛就像阵痛一样 一阵一阵来 频率越来越高 这当中我有温敷 温敷可以立即舒缓 一直到三点的时候 有比较好了 我就只好爬起来 打电话给基金会 基金会马上建议我 躺着用拳头去按压 箭锥 果然效果非常的好 疼痛就舒缓了 也没有持续的疼痛的现象 之后呢 开始流出很浓的鲜血 量都非常的多 后来一直流到第45天 流量慢慢变少 第45天的时候 我发现生理起来了 那我们都是用猜想的 应该是 我们想应该是 流自然影产已经完成了 可是还是不敢去 照床一波 因为怕被医生嘛 那我们就 过了三次的生理期 发现生理期都很顺利 那我们才敢去照 潮一波 后来医生证实 我们这个过程是非常 流的非常的干净 这才完全放心 我发现 有很重大的改变 就是我的金钱症候群 有严重的眼睛酸涩 还有胀气 肚子胀气 还有有时候会偏头痛 那这些状况 那这些状况 居然都没了 那还有我自己的流量 也增加了 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改变 我发现 用源十点的方式 让我的体质改变了 所以我很感谢 基金会的志工 在这过程当中 一直在协助我 那更感谢 张照汉医师 愿意把这个方式 公布给所有的人 让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可以用这么好的方式 让自己康复 谢谢 其实那个胎死腹中 看似很难 其实照这样做 其实都很容易排出来 那现在原始点用在 妇女的生产上 也有很多的成果 只是现在他们还没有提供 但我听到的已经不少了 最近有一个就是 要生产的时候 她先生会原始点陪她去 她如果稍微痛 她就帮她按 按一按 痛马上就减轻 那整个生产过程非常顺利 孩子也蛮健康 我想在这边给大家见证 用原始点调理身体 怀孕一直到生子 然后一直到坐月子 这段经历 首先我和我先生 是在去年的二月份 开始接触原始点 因为我们两个结婚一两年了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敢去怀孕 因为在一次体检中 发现自己血糖偏高 医生说我到糖尿病的临界值 需要去控制血糖 甚至就是怀孕的时候 一定要打胰岛素去控制 血糖在正常的level 才可以保证胎儿的安全 这个想法就让我蛮抗拒说 我要在那个时候怀孕生宝宝 我觉得可能对宝宝不好 那个时候我们就用各种办法 去想要控制一下血糖 西医啊中医各种比如说 饮食控制中医包括针灸啊 然后电疗之类的 坚持了蛮久时间 但是血糖这个指数 就一直还是在110多 到了130多这个水平 就是医生来说是更接近 糖尿病的这个词了 那个时候我们的父母 在国内有接触原始点 他们就说你们可以去 旧金山来咨询一下 当时陈经理和露娜老师 就在我们都还不懂的时候 就跟我们信心 就说血糖这个东西 就是你不要去这么在意它 反而是你身体体质很寒 当时我身体是女生像来 例假的时候手脚冰凉啊 然后肚子也非常的凉 会痛筋 他们说你既然已经尝试过 那么多种方法了 都没有见好 你不如就来我们原始点 来相信我们一下试一下 于是我开始就用浓姜汤 带水饮 一天500cc的浓姜汤 白天到晚上都一直在喝 炒菜也是多吃热性的食物 穿的也要相应的增多 那个时候还是冬天 然后就穿很多 然后晚上用水暖垫 白天也是用一个垫的加热垫 在公司里面给自己加热 持续一段时间之后 我觉得自己的体力各方面都有上升 我们就是还是按照原始点的方法 持续的调理 我自己的体力也非常的好 一直都有坚持运动 那段时间我一直有早上跑步 因为我之前有减出来高血糖的值 所以他建议我说 你必须要控制你的血糖 否则胎儿会过大 否则胎儿会发育不完全 否则可能缺手缺脚 可能大脑会有问题 他跟我讲了无数的坏的可能性 我非常担心 我来找陈经理和露娜 我们来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露娜说 你现在已经按照原始点办法去调理 你也知道你现在体力非常的好 如果你根本就没有发现 你自己身体体力上面有什么问题的话 宝宝一定也是好的 他说你的心态是最大的问题 你的担心是最大的问题 我上背部按起来非常的痛 因为我一直在左思右想去担忧这件事情 自从那次我们更坚定的告诉医生说 我不希望用药物去控制我的血糖 我希望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控制 一切后果我们自己承担 然后医生听我这么讲了 他就说好吧 那你要确定你都听到我跟你讲过了 你这上面我就写下来了 我已经跟你讲过不好的后果了 通过的结果都是非常的好 他的身体没有发展到巨大 他的头部脑部都有发展很好 包括后面看心脏发育啊肾脏发育 手指头脚指头这些全部都非常好 我们越来越有信心 通过这些结果 医生说好吧 你现在宝宝发育的很好 但是你要记得哦 以后他还是可能会发育的不好的 他说宝宝在孕中期之前发育的好 不代表之后会好 他们的理念就是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 突然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然后我们当然那个时候就觉得有因才有果 我已经把好的因种下去了 他生出来的果一定是能得到的最好的果 而且还有就是我先生在这里起的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因为在孕早期虽然我没有孕吐 但是按推起来我身体痛点增多了 怀孕以后 剑椎啊上胸椎 背部都开始出现了痛点 我们也有讨论这个问题 可能是怀孕期间热能消耗的确是非常快 我也会经常感到疲惫 下午的时候会觉得非常困 然后这个造成了我本来的很小的体上开始有一点加剧 然后他每天每天我只要哪里不舒服 马上就可以得到按推 按推以后因为非常的及时 热能补充的也非常及时 所以这些体伤到后面都在减轻 都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好 孕中期之后开始出现腿抽筋的问题 我们也知道说孕妇经常腿抽筋 这时候医生就说你缺钙了 你需要补钙 然后我经常在下半夜的时候抽筋 这时候我就拍醒我先生说我抽筋了 然后他就开始帮我按推 到了孕晚期 还有是水肿的问题 水肿在原始点去看的话 一定就是热能不足 我有去尝试 第一天肿起来以后 我们先尝试按剑锥 然后发现一晚上过去还是那么肿 然后第二天就去按脚踝 然后按了之后很痛 但是效果没有那么明显 到第三天我就开始去温敷他 穿上袜子穿上裤子 贴上暖宝宝 然后水暖垫打开 第二天早上水肿就小了 医生还是跟我讲说 因为你血糖高 你和一般的孕妇不同 你必须要在39周就银产 就去把孩子生出来 不然他可能会发育太大 是40周加一天 记得非常清楚 我们到病房以后 我们就把自己带了两个加热点 一个放在我的腰部 一个放在我的臀部 放下去 护士就一边跟我聊天 一边说你现在痛感怎么样 我说可能跟平时立架的痛 差不多二到三 就是从零到十的分级 他跟我讲零是蚊子钉 然后十是你被一个飞驰的火车撞到的感觉 他帮我检查了一下我开口口的情况 他说你确定你是二到三的痛感吗 我说是呀 他说你已经开七指了 当时我先生就在症痛不痛的时候 帮我按推 然后我们就也问过护士 然后护士都说可以 你可以用任何方式来减轻你的痛苦 我就开始喝浓生汤 医生来检查的时候已经七指了 他说大约初产妇是三个小时 会开指完毕 就是从七指到十指 然后就可以分娩了 前两个小时 我的痛感都是比较低 一直都用加热垫去温敷着 中间还在跟护士聊天 护士就说 你是我见过最淡定的产妇 他说一般人到了这个程度 已经在叫了 就是已经非常不安静了 你还可以有意识的跟我们在说话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 我们一直用一种自然的疗法去治愈 治疗我们的身体 这次我就想不打五痛去分娩 护士说你确定不打五痛 你如果想打的话随时你可以打 你就随时跟我说 然后从七指到九指是花了两个小时 到那个时候痛的程度还是可以忍受 我跟医生说大约是四到五之间 就是我自己觉得再往上我也可以忍受的 那个时候也非常有信心 就是已经决定不打五痛了 医生说开十指的时候 大约是十点二十五吧 然后在十指之后 护士就过来说 你可以试着去推了 然后他就教我用力 结果很快 十五分钟吧 然后就把宝宝给伸出来了 宝宝伸出来以后 医生就第一个把他抱在我的胸前 让我去摸他去看他 我看到宝宝整个人身体是红红的 然后身上非常的干净 头发已经长了很多了 小小身体非常的暖 一直在有力的蹬 医生就过来要检查宝宝 结果宝宝的所有指标都非常非常的健康 在回想这个生产的过程 我就是心里面就全部都是感恩 非常非常感恩 我和我先生我们两个人就一直在聊 说这个经历一直想分享给大家 觉得我们是当初可以受益者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好 记得好像这里有一件事 就是一个妇女好像要吵着 打无痛分娩 是不是 他结果没有打好像自杀 是不是 有这种案例吗 有 我记得好像以前有看过这样 这里的一个新闻 那事实上如果这样说 原始点 是可以让你自然生产 而不需要打无痛分娩 这是对的啊 因为打无痛分娩 这个还是寒凉嘛 那所以西医常常讲 要控制什么控制什么才能生 事实上这些说法 其实常常是有问题 因为检查出来也是异常嘛 跟身体的健康疑伙 是完全无关的 那我们以下也是要 再放两个类似这样的案例 一个是心脏有问题 他们也说不能怀疑 一个是血癌 他们也说不能怀疑 那他们都怀疑了 最后一生孩子 我们来看这两个案例 心脏病案例 我是心脏病的一个患者 就是之前因为 一直在上海的话 也是找的就是 心脏病方面最好的专家看的 一直以来治疗的一个 就是效果的话 就没有使病情变坏 但是呢也没有好转 因为我已经结婚好几年了 我跟我老公呢 一直都很想要一个孩子 但是就是医生一直都不同意 就是说我去怀孕 我如果怀孕的话呢 我要拿就是 本来就不够一个正常人用的 这样的一个新功能状态 去供用就是一个半人的 这样的一个心脏复合量的话呢 网友是吃不消的 因为很容易就是在怀孕的 就是后期的时候 会出现心理衰竭 那从而会危及就是 带人和孩子的一个性命 去年的8月底的时候呢 我的一个网友介绍我认识了原始点 其实当时的话呢 我就是对原始点也不是说多么的信任 只是觉得就是说从西这个角度 然后这些年来治疗下来的这个效果 并不理想 抱着试试这样的一个心态 然后去坚持了原始点 通过原始点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然后确实起到了一个就是 比较明显的一个效果 那我于今年年初的时候怀孕了 我在怀孕早期的时候 我身体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 可以说就是说 在孕早期会出现的各种反应 我身上全部都有这些症状 我是我的心脏的症状是非常明显 我几乎是24小时的胸闷 还有心慌 在这种其实当时 也不能说是绝望 但是真的是挺灰暗的一段时间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上海 就是原始点交流中心的老师 后来我就求助于他 他非常重视我这个情况 然后他刚好就是他后面几天 会去北京去参加一个讲座 然后他说会见到就是张正汉医师嘛 他说到时候去请教就是张正汉医师 就是说像我这种情况就是 能不能继续怀疑下去 还有能不能就是坚持用原始点的这套方法 老师从北京回来之后嘛 他请教那个就是张医师的 谈话的录音 然后拿回来给我听了 张医师就提到了就是有几点 第一的话就是像我这种情况的话 他判断我应该是属于就是本处体伤 不是他处体伤 因为就是说我的症状就是按推完之后嘛 不能够立刻缓解 所以就是要加强这个热源 另外一方面必须要配合就是 运动呀还有心情啊各方面的一个调节 还有就是他说像我这种情况一定就是要有信心 放心的就大胆的就是说像我这种情况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把孩子生下来的 再者就是我看过所有的就是说西医嘛 然后他们就是说我怀疑期间的话 也必须就是要用药去进行心脏的治疗嘛 然后张医师当然就是说可以善意的就是把医生开的这个药拿回来 但是但是不要吃 后来我就按照就是张医师说的这几点 然后就按照这些去去做 做了大概有就是一段时间到怀孕差不多四个半月的时候 然后我就感觉我的症状有所缓解了 然后我在怀孕从差不多五个月的时候到七个月的时候 这段时间我的状态非常好 就越来越好非常好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散步的话 我能够就是一次我每天是上午下午都会出去散步 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而且我还可以做家务做饭什么的 这种情况其实在我怀孕之前都是没有的 然后后来的时候在八个半月的时候 然后就提前把宝宝给po出来了 然后宝宝一切都很健康 就是目前的话呢我的情况也还挺不错的 胡女士还想告诉大家 不要生下了健康的宝宝就疏忽大意 生产过程以及术后的康复 哺乳照顾婴儿都会消耗更多的体力和热能 此时更应注重原始点理念 措施的长期落实养成习惯 希望她的经历能让更多人有所借鉴 祝愿更多期待宝宝的家庭母应健康幸福美满 血癌案例 一开始我的症就是因为怀孕两个月 然后去医院抽血检查报告出来 然后那时候白血球异常就是五万四 正常的标准是在五千到一万 那我突然就是那时候抽血出来是五万四 然后当下那个妇产科的医生 他马上当天又叫我去抽血一次 那一样数字很高 所以他马上叫我转诊到那种 血液肿瘤科 后来血液肿瘤科 我过去血液肿瘤科的时候 他马上又帮我抽血 变六万一 过两天 然后六万一的时候 当天那个医生他就跟我说 第一你要保留这个孩子的话 就是七八月 六七月他已经成型 你要赶快把他生出来 然后马上接受标靶的治疗 因为你如果没有接受标靶的治疗 你的指数一定是一直标高 然后第二条路就是你马上接受治疗 可是孩子不能够保留 因为孩子要马上处理掉 你如果孩子没有处理掉 你当你吃这个药下去的时候 你的孩子可能会畸形 会畸形还是会有一些残缺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们听了都非常的害怕 如果说你还是要继续怀孕的话 你也不吃药物 那你还要继续怀孕的话 你在伸展的过程 就是你要伸展的过程 可能会有大量出血 还是中风的问题 这个都是很高的风险 我就五月中旬的时候跟我先生 我们就去台北基金会 然后给张医师咨询 然后去的那一天 张医师告诉我 他跟我说 妈妈你可以放心 相信张医师 他跟我说 只要我认真喝姜 然后热敷按推 这个宝宝一定可以很平安很平安的生下来 他会很健康 然后那时候张医师的这些 哇 真的给我很大的鼓舞 好 谢谢张医师 看到你我也很高兴 真的没关系太友谱 谢谢 真的 我就说已经 因为那时候师兄 他们去帮我拍照 我说我一定要再来看张医师 我要当面谢谢张医师 真的 如果不是你 如果那天 去年的五月十六 你当面跟我说 叫我要放心 叫我一定要把孩子留下来 真的 其实我们那时候都非常的害怕 什么 因为那时候就是非西医 已经讲成这样子了 他就是马上叫我们要做决定 是 甚至第一个非准备医生 他就跟我说 你就是先把孩子除了掉 你赶快先把你自己顾起来 是 对啊 可是那时候张医师 你就一直告诉我 绝对没事的 真的 对 谢谢张医师 谢谢你们来做这样的见证 谢谢 真的感恩你们 我都感恩张医师 真的 谢谢你们 真的 最后我还是要再感谢张医师 还有基金会所有的志工 还有钟老师跟曾老师 他们无师大爱的奉献 真的很高兴可以接触到原始点 让我们有一个明确的路可以走幸福的人生 谢谢大家 谢谢 以上三个案例都是西医检查 在他们都觉得都有异常的 甚至指数或这些问题 甚至心脏也有问题的这些 西医师不建议生产 但是你看如果用原始点 还是可以怎么样 很平安很顺利的生产 而且宝宝都很健康的 那这个情况用在妇科方面 我像上次北京也有发表的 专门用原始点在照顾生产 或是生产的孩子 也起得很好的效果 比如孩子防胆啊 这些 还有孕妇啊 乳汁不够啊 如果用热源够 他真的这个也可以很顺利 类似这样 所以我说这个应该可以大量来用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面